在这个图,它给我一个直角三角星,它叫你找T 首先呢,我们知道这一个是一个直角三角星 然后这一个是Battlebrush Theorem,我这一个我给它是X OK,或者是我在这一边呢,我给它另一个名称,我给它叫做Base OK,我的这个Base呢,它的Square它是属于长的,90度对面是长的 所以我的Base呢,会是等于5Square加12的Square,等于13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,我有Square root of 5Square加12的Square,我拿到是13 然后在这一边呢,我的Area of三角星啊,是1⅔乘Base乘以Hide 所以我的Base跟Hide之间有一个90度的存在 然后Base跟Hide之间有一个90度的存在 所以1⅔乘13乘T,会是等于1⅔乘5乘12 然后我1⅔跟1⅔越减 所以我的T会是等于5乘以12除以13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,这个就有5乘12除以13 然后我拿到的是这个4.62 所以的答案是4.62 4.62 在这一边呢,我的这一个呢,它是怎样的 你就想象一下,我在这一边,我的这一个,其实它画到不是很准 它这个看到不像是90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是它的Base 这个是它的Hide 所以1⅔乘5乘12会是它的Area 这个是它的Area OK 这个是它Area 然后这个是它Base跟它的Hide 然后同时呢,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Base是13 然后它的Hide是T OK So Base跟Hide之间呢,它有一个90度的存在 这一个是我的Hide 这一个是我的Base 是13 所以我的这一个1⅔乘13再乘T 就是它的1⅔乘Base乘Hide 然后这两个都是它Area 所以我通过这样来比较,我就可以找到我的T 解离明 转毕丶 刀 开 开 感谢观看